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来庄堂的创办人们 欢迎蔡新莹 塔塔老师来做我们的创业访谈 哈喽 你好 大家好 是 我们的塔塔老师 在从事这个创业之前 其实本身也在我们的婚纱公司有待过一段时间 对不对 我们来分享过去的这一段经历 好 我大概是从19岁的时候就他入婚纱业 所以那时候我做的是造型助理的部分 那我的启蒙老师是小湘老师 那他在服务客人的过程之后 我觉得他对每一个新娘子的用心程度 真的让我觉得很有意义 不是单纯就是一个美感而已 而是帮新娘子完成人生的大事 所以一直学下来大概一年半左右的话 我就有这个机会身为做造型师的部分 对 刚好有婚纱公司的知觉 然后就一直一路上 就是从婚纱业 然后一直到我结婚 生小孩 是 然后小孩子长大这样子 我又回到了婚纱公司做 那回到婚纱公司做的时候 其实 已经 大概有三年 就是都在家里带孩子 没有去接触到婚纱这一块 其实是有一点点 不知道要做什么 是 对 但是又不想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 是 刚好婚纱公司今天有拍样本的机会 对 好 请我们跟摄影师讨论要做什么样的部分 是 做什么样的样本 是 那摄影师呢 也是很厉害 他是 从大陆回来 对 所以他是棋舍 那棋舍他今天就是 有跟我提到说 要不然 你要不要拍看看秀和服 是 我说什么叫秀和服 他给我看了图片之后 我说这不是我们台湾的凤冠侠批吗 然后后面我就说 要拍这个会不会太low 太过时 他说不会 其实现在大陆很流行 然后我们就引进了秀和服进来 对 结果 当初是大家都还没有拍过秀和服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式礼服 对 对 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拍 就一拍 大家都好喜欢 因为我们摄影师是抓一个比较活泼的姿态去做一个宣传的样本 对 所以大家都觉得中式礼服又是红色的 其实大陆这边叫敬酒服 对 对 然后我们是请 我们是叫他秀和服 是 然后一直到台湾来之后大家可以接受就以中式礼服这件事情来讲这样子 所以大家普遍可以接受之后就大家就都可以都很喜欢拍这样子的风格 所以我们那时候又再回去婚纱夜我们又待了多久 大概待了三年左右 那三年左右 其实当时我的孩子也差不多七岁了 对 七岁之后 我自己也觉得是我在婚纱公司上班的时间太长 然后孩子大了 比如说第一个他需要陪伴 不管是习惯也好 功课也好 我觉得这都还是需要母亲的角色 对 而不是旁人的角色来去教育这样子 所以最后我在2019年左右的时候 我就自己出来创业 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开业 是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创业就 那时候是在2020我们就成立我们的来妆堂这个品牌 对对对 那当然我成立这个品牌会有一个来妆堂 这个堂的部分 其实我就是一刚开始的起心动力 我就是希望我今天有课堂 对 我觉得可以教所有人 不单单只有帮大家化妆 所以我觉得以这样子的初心 然后来取这样子的名字 对 所以其实这也反映我们的经营里面 也带了我们的教学 想要传递这个技术面对不对 对 那我们来分享 创业初期我们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样印象深刻的困难 印象深刻的困难 嗯 嗯 疫情是我们有经历过的时期对不对 对 疫情 疫情真的是很大的困难 是 那相对的就是本来一开始也有做一些新密的课程 嗯 但是因为疫情之后 对 后疫情时代需求量新密这一块也没有市场这么大了 嗯 所以就变成我在课堂这一块我就没有做新密的课程 是对 反而我觉得做个人彩妆的话可能会嗯比较有帮助于大家 是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自己把自己变得美美的嗯嗯对 所以那之所以其实我们那种比较辛苦的反而是疫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的工作量对不对 对 然后但是也很开心说我们还是有撑下来 是 是 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请我们塔塔老师来分享哦 在我们的创业的路上当然其实不单是自己很辛苦 又是女性的创业者家人也扮演了很大的角色 支撑的角色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某个部分我们自己有想要感谢的人吗 感谢的人哦 嗯 其实蛮多的我觉得大家一路上 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对 然后从我的启蒙老师到 嗯 引进中式婚纱的摄影师 当时合作的这个摄影师 对对对 其实嗯 一开始都不是我的想法 是 反而都是旁人之间帮助我 嗯 那家人也是其实蛮支持我的就是做这个行业的理念 对 嗯 嗯 要感谢的我觉得大家都很好 嗯 真的都是谢谢大家 就是像有这么多的贵人帮助你 嗯 接下来想要 我我自己也是觉得就是蛮感谢我自己 嗯 真的 这是真的 这是你如果没有支撑着自己哦 对 因为有现在的你 对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内在 嗯 在你遇到嗯 当然很多人说婚纱或是造型师这块有很大的成就感 对 但我要说的是成就感之前你会有更多的挫折 是 你有更多的失落感 对 你能不能从失落感跟挫折里面走出来 嗯 而且走出来这段时间你要用多久 对 对 对 那你才可以得到你莫大的成就感 是 对 除了技术层面 你心理层面我觉得也要非常强大 嗯 对 这是我感谢我自己的地方 是 的确是哦 要好好给自己鼓掌一下哦 也抱抱自己哦 对 那接下来我想听塔塔老师来分享 我们自己来庄堂的一个经营理念哦 嗯 但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其实来庄堂就是帮助所有的女孩变美 这是我们的初衷吗 对 是 对 我希望每一个还就是每一个学生来 你不懂没有关系我可以 尽我所知道的知识 对 然后交给你们 对 我都会呃 你们你们发问或者是 你们有不懂的地方我都会 譬如说每一个学生 嗯 他们来上网个人彩妆 我在课后的部分 是 都还会有组织一个群组 对 或者是社群 然后我会定期的就是发一些影片啊 譬如说我觉得哎 这个影片是实用的 对 然后或者是我拍我自己给他们 是 对 我觉得可以自己画自己要怎么样 呃 去练习自己的手法 这样子 对 不会说就是哦 然后上完课我们就拜拜不联络 嗯 这样子 嗯 反而是倾向真心的 这些学生都有真的学会这些技术跟技巧 对 嗯 这真的是最大的初衷 是 接下来我想请塔拉老师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品牌里面一面的项目也很多哦 嗯 好 我们今天有带来作品 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提供的服务跟产品是什么 这是 美睫 嗯 美甲 嗯 文绣 是 然后美甲的部分现在还是以穿戴甲为主 嗯 然后还有化妆 嗯 其实很多老师啦 对 但是就是各司其职 嗯 然后都是采预约的部分 嗯 对 其实我觉得嗯 就像我刚刚说我希望我有一千个合作伙伴 但今天我也是一个妈妈 嗯 我也不希望说我今天把你们把时间绑在我的店里面 是 啊 你虽然成为我的伙伴 但是你有时间自由 嗯 你可以把你的时间分配出去 照顾你的孩子 陪伴你的家人 嗯 对 但是你也不忘了自己有一技之长 是 对 这是呃 我觉得女性嗯 蛮重要的一块 对 除了照顾自己的家人 你自己也要有一份经济独立的事业 嗯 也有自己的事业 对 嗯 所以我们今天老师带过来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穿戴甲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都是出自您自己做设计的吗 嗯 有一些是我自己设计 然后有一些是店里的美甲式设计的 对 然后他们就是可以就是重复利用的部分 嗯 对 然后美甲啊 就是 它有分尺寸 对 它会有就是S XS 嗯 然后还有M跟R 罗号 其实每个人的执行 价行都不一样 嗯 是 对 所以就是可以看款式啊 然后看你的执行 去做你比较喜欢的款式 是 所以其实会有稍微的做客制化去做 光甲片的大小也有 对 刚刚说到尺寸 对对对 有一些是公版的 嗯 那有一些就是客制的话就变成说 你要预约来店里做 嗯 对 我们也要就是比对一下你的执行 哦 是 嗯 所以他可以可能可以做到更符合他自己指甲大小的假面的一个穿戴甲 对 他也不用像外面做光疗指甲这样 他可能就卸掉了 可能你做了一个很喜欢的 对 可是你过没多久 两个月一个月你就要把它卸掉 很可惜 是 但他可以重复利用 哦 对 所以其实上面其实我们看到也很多种款式 然后这个是以光疗的一个指甲的假面是吗 对这个是假片 嗯 假片 然后上面在呃做光疗的部分 这样子 然后可以克制 这样子 是 所以今天有带来我们的作品的部分 对 然后再来是我想要请我们的唐唐老师来分享哦 在从事自己的品牌以后 以及还有遇到很多众多的老师在自己的团队里面合作 我想要 感谢的啦 嗯 感谢老师嘛 你的成就感或者是你想介绍的老师 好 我很想介绍就是我店里的老师 对 我店里的老师在我开业也是 从一刚开始就支持到现在 就是我的美杰老师 是 他叫Ava 嗯 那嗯 其实我在婚纱公司跟他就是同事 对 然后但是他也是结婚生小孩 开之后就转行做文秀这部分 对 做美睫这部分 嗯 当我要开店的时候我就问他说 哎 有没有兴趣 我们一起合作 嗯 对 那一直到合作到现在四年都没有落跑 很开心 对 即使经历过疫情他还在 对对对 就是没有放弃跟我一起这样前进 所以真的很感动 嗯 就是没有说就是半途而飞 嗯 对跟我一起这样子 对 那我们的创业路上不孤单 对不对 真的 真的 对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真的好像只有一个人在认真的打扫啊 还是认真的就是服务客人 可是当有伙伴的时候觉得很踏实 嗯 一起前进的感觉 嗯 有一起支撑着 对 接下来我想要请我们太太老师来分享 在我们的品牌的一个未来营育 当然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希望有可能更多的团队对对对 对 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未来的规划分别是什么 未来的规划我就会希望说我自己的店面拖大嘛 嗯 然后再来就是每一个老师他们嗯 各司其职的去做他自己的项目嗯 包含可能文秀老师就是专攻文秀 对 美阶就是专攻美阶对 除毛的部分 他们就是精进他们自己的项目就好 对 而不是说其实我觉得现在每一页有点混乱是嗯 每一个老师学的技术都很多 对 可是没有一项是专精嗯 我觉得有点可惜是嗯 毕竟每一个人就是24小时 是那你24小时又把东西时间分到这里 又是把时间练习分到这里嗯 就是有点嗯 这边也学一点那边也学一点就不是那么的 嗯 强项是对我来说嗯 所以我会希望我之后的合作伙伴他们会是每一个就是专精的部分嗯 包含你是文秀的也好你是做柴儿的也好你是身体按摩的也好对 这对我来说我比较想要成为呃 大家是一起共同努力的目标是在一间店面里面我们可以互相配合嗯 对你确实 嗯 这是我最后的目标我觉得嗯 然后再包含我们还要继续授课的部分对对对继续继续教课 教出我们未来的学生然后进了成为我们的团队这样对没错 接下来我想要请我们塔塔老师来分享以自己成功真的踏入自己想创业那个起心动念哦 我们来分享给其他的企业啊其他的想创业的人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创业建议 其他想创业的人嗯你觉得他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我觉得他们需要具备嗯热忱嗯对然后嗯我真的觉得热忱是最重要的对跟你当初一样真的 就有拥有热忱才可以像你在美妆业造型业做了十几年哦然后出来又是朝着继续朝着美业前进对我觉得自己的品牌 对我真的觉得热忱真的很重要嗯如果你没有那个热忱的话你真的就像嗯现实层面就真的第一个就先把你打败掉是对这这一点是真的嗯蛮重要的嗯再来就是嗯不要怕失败不要怕失败嗯我觉得失败了没有关系今天就算我没有成功嗯但我在失败里面我也学到了经验对学到了很多 学到经验学到原来这样做会呃对嗯怎么做会让自己更进步会更好是对不要怕失败不要怕失败嗯的确是哦在创业路上其实你所有的得到哦都是经验的累积哦嗯那呃呃其实每一个企业主都是来学习解决问题的对那你解决问题 你就跨越了困难对那得到的都是你自己撑下来的那未来就会是你的对嗯就像对呃他太好是一样对我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大家呃很常常在谈论成功人士可是比较没有人去谈论失败的点嗯嗯嗯 但是成功人士会在失败点里面去做琢磨嗯他们不怕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每一次成功嗯后面都有一百次的失败是嗯所以这些失败累积变成他的养分滋润他成长是这是让我觉得嗯对每个要即将要创业的人嗯的建议 你不要怕失败就做吧嗯对你就去做就算别人像你又如何是但是你自己有那个热忱你就会坚持下去是嗯感谢我们塔塔老师今天带来的分享哦让我们知道每一个创业的路上只要你勇敢不怕失败永远都会有成功等着你哦谢谢我们的塔塔老师谢谢 谢谢